基础物理2A 第三次断烤模拟试题 这是第三次断烤模拟试题的第二部分 接下来第三个题组 如图夹椅是均匀材质的光滑木板上面的两个点 而柄是水平地面上的一个点 若层层将货物置于夹点 使其沿着斜面自由滑下 椅子夹椅之间没有摩擦 而椅和柄平面间由于有摩擦力作用 而该问题最后停止于柄点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二十一 互有甲滑至椅的过程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甲跟椅是在斜面一个在顶端一个在斜面底部 而甲椅之间题目说没有摩擦力存在 因此从甲到椅整个斜面是光滑的 没有阻力没有摩擦 所以从甲到椅的过程会遵守力学能手痕 可是在甲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最初放置在甲点 让它沿斜面自由滑下 所谓自由滑下 是让货物从一开始初速等于0 我们不对货物施裂 直接让货物自己自行下滑 这个叫自由滑下 所以自由滑下 它初速等于0 货物最初在甲的位置 因为整个有高度可是速度是0 所以一开始有重力未能 但是它的动能等于0 受到重力的作用从甲到椅的过程速度逐渐增加 因此它的动能逐渐增加 可是高度减少了 重力未能减少了 所以货物下滑的过程 货物的动能增加 而重力未能减少 所以A的答案 因为这是力学能守恒的特性 在斜面上没有阻力 没有摩擦时 当你高度下降 则你重力未能减少 而减少的重力未能 刚好会等于所增加的动能 所以21题 A的答案 第22题 货物从已到柄的过程 下列而何者正确 题目原本叙述说 已跟柄之间这个过程有摩擦 所以最后货物停在柄的位置上 随到货物停在柄的位置上 柄这里速度是0 所以表示以柄之间有摩擦阻力 这个有阻力 阻力做复工 所以这时候阻力让货物的速度减慢 所以货物的动能减少 重力未能增加 A这个是错的 因为以柄在同个水平面上 水以柄高度不变 高度没变 重力未能没变 因此 它动能减少是因为主力做工 所造成的结果 B 重力做复工 需要货物的能量 B这个是错的 因为移到柄的过程 如果这个是货物 则重力向下 但是位移是水瓶 所以重力对位移垂直 因此重力不做工的 所以B不对 C 是因为主力所做的工 所以等于主力做工 做工W 所以在柄处的地方 柄处因为速度是0 所以柄的动能是0 减掉以处的动能 假设以处动能是K2 其中间过程摩擦力所消耗的工 整个做工 摩擦力做工 WF 所以 所有两边 我们会发现 摩擦力做工 WF 等于负的K2 而这个K2 是原本在 以处位置它的动能 所以 摩擦力所做的工 跟以处的动能 两个刚好等值 一号 所以货物在以处的动能 与摩擦力做工 两个的量值 是相等的 差别在以处的动能是正值 而摩擦力所做的工是负值 主 货物在以处的动能 与正向力做工量值相等 主 这个是错的 因为货物从以到柄的过程 物体有重量压在地上 所以地面有个支撑的正向力 但是正向力跟运动方向保持垂直 所以正向力它是不做工的 所以正向力做工等于零 所以以处的动能 它并不等于正向力所做的工 所以诸不对 一 汇物在以处的重力位能 转变成摩擦消耗的热能 一 这个是错的 因为以到柄的过程 它们都在同个水平面上 所以高度并没有改变 所以以处跟柄处 在整个以到柄的过程当中 因为高度变化是零 所以中力位能变化等于零 所以中力位能并没有转变成其他形式的能量 所以 从以到柄的过程 摩擦力做复工是消耗了以的动能 所以让以速度逐渐减慢 到最后到柄处就逐渐停止了 所以是以处的动能转变成摩擦力所消耗的热能才对 所以22题 正确的只有C是正确 接下来的题组 某行星此量是地球4倍 而半径是地球的9倍 请回答23到26 第二三 太空人在该行星表面重量是地球表面重量的多少倍 我们看底下这两个图形 如果上面这一颗是行星 底下这一颗是地球 听说行星质量是地球4倍 所以地球质量如果是1倍是m 则行星质量是4倍 它的质量是4m 而半径是地球9倍 所以地球的半径是1倍 如果是r 则行星的半径则是9倍 它是9r 第二三题 太空人在行星表面重量 重量是万有引力造成的 所以如果太空人在行星表面的重量 如果叫做f1 比上在地球上的重量 如果叫做f2 则两个万有引力的比就等于它们的重量比 可是万有引力f会等于r平方分之g 乘大m乘小m 所以如果这个太空人质量是小m 在行星表面 因为行星半径9r 所以分母9r的平方 分之g 乘质量是4m 乘上太空人质量小m 这个是太空人跟行星之间的万有引力 可是太空人跟地球的万有引力 因为地球半径是r 所以r的平方分之g 地球质量一倍大m 而太空人质量小m 所以前面是行星的万有引力 后面是地球的万有引力 因此两个之间万有引力的比 gmgmm分尺把符号约掉 分母r平方r平方约掉 所以前面剩下9的平方81 分尺剩下4 比上后向是1 所以太空人在行星表面的重量 是地球重量的81分之4倍 所以23题书的答案 在24题 在相同轨道半径的人造卫星 分别绕该行星与地球 指人造卫星的运转速率比是几比几 我们看底下这两个图形 如果这一颗是行星的 而这一颗这是地球 现在在行星的外面和地球的外面 有星同轨道半径的人造卫星 所以中心这一颗行星外面如果这个轨道半径 R的人造卫星 可是行星的人造卫星与地球的人造卫星 两个有相同的轨道半径 我们在前一小题题目上也是告诉我们的 行星的质量是地球的4倍 所以地球质量如果是大M 行星质量是4M 因此在轨道上卫星绕着行星 还有卫星绕着地球 两个的速率比 假设行星表面的速率V1 而地球表面的速率是个V2 对行星来讲因为人造卫星绕着行星 是人造卫星受到行星的万有引力 因此人造卫星与行星之间 彼此之间因为万有引力R平方 跟之G 行星质量是4M 人造卫星质量是小M 这个是人造卫星和行星之间万有引力 就等于M乘上 限要求速率V1平方除以R V1是人造卫星在轨道上的切线速率 而R则是轨道半径 所以这可是人造卫星跟行星之间万有引力 坐向行力 可是对地球而言 同样的轨道半径R平方跟之G 因为地球质量是大M 而人造卫星质量小M 这是人造卫星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而这个万有引力等于 人造运动的向心力V平方 这时候因为地球速率假设是V2 所以V2的平方除以R 所以左右两边M跟M 我们直接先约掉 上面这个D4 底下这个D4 我们把D4除以D4 两四字相除 左边除以左边 右边除以右边 因为两个人造卫星绕行星 或者人造卫星绕地球 轨道半径R相同 所以这个R跟这个R约掉 这里R平方跟这里R平方约掉 GMGM也约了 所以左边剩下4 分母剩下1 等于V1平方比上V2平方 所以V1比V2 等于K跟号 因此2比1 所以人造卫星的数列 在行星轨道上面的数列 比上地球轨道上面的数列 两个数列比是2比1 所以24题A的答案 25题 在表面运行的人造卫星 分别绕行该行星与地球 指人造卫星运转的周期比是几比几 我们看底下的图形 如果上面这一颗这个是行星 底下这一颗是地球 现在题目说 在表面运行的人造卫星 所以是行星的表面卫星 还有地球的表面卫星 但是前面题目上告诉我们 行星的半径是地球的九倍 所以如果我只要把地球半径当作一倍 而行星半径是九倍 行星质量是地球四倍 所以地球质量如果一倍 则行星质量会是四倍 所以这个一是地球质量 这个四是行星质量 所以在表面绕行的人造卫星 现在要问周期 假设行星表面的周期是T1 而地球表面周期是T2 则人造卫星 让行星受到人造卫星跟行星之间的万有引力 所以它的距离是九倍 九倍的平方 分之G 一个大M 一个小M 行星质量我们用四倍 如果人造卫星质量是小M 这个是人造卫星和行星之间的万有引力 等于M 人造卫星的质量 乘上T平方 所以是T1平方 分之四π平方 乘以半径 因为绕着行星的中心 轨道半径是九倍 所以是乘以R 这个是九倍的半径 可是对地球来讲 人造卫星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距离是一倍 所以一倍的平方 分之G 乘上地球质量一倍 但是人造卫星质量还是有M 于是 等于M乘上 人造卫星的周期 T2的平方 分之四π平方 乘以R 可是人造卫星在地球 它半径是一倍 所以这里是一倍 所以左右两边 我们先把M先约掉 上面这个D是 底下这个D4 因为上下两个四次是对称的关系 我们把左边处于左边 把右边处于右边 所以左边G跟G约掉 因此分子的部分 九的平方八十一分之四 所以分子是八十一分之四 可是分母约分剩下一 等于右边四π平方跟四π平方约掉 所以T1平方分之九 这里T1平方分之九 分母剩下T2平方分之一 所以是T2平方分之一 因此 内向相乘当分母 所以是T1平方分之九倍T2的平方 这个高等于八十一分之四 所以所有两边开根号 所以T1分之三倍的T2 会等于八十一开根号是九 四开根号是二 所以两倍的T1 会等于二十七倍的T2 所以T1比上T2 等于二十七比二 所以 文章卫星运行的速率 二十七比二 二十五题 猪的答案 二十六题 若地球质量为大N 而地球半径是为R 则该行星表面的中立场强度 应该怎么表示 我们看底下的这两个图形 如果上面这是行星 底下这是地球 听说行星质量是地球四倍 现在地球质量是大N 所以行星质量会是四倍的大N 而地球半径是R 所以行星半径是第九九倍 所以行星半径是9R 所以行星表面的中立场强度G 等于 因为行星半径是9R 所以9R的平方分之G 乘上4M 所以乘起来9R的平方会变成81R平方 分此4倍的GM 所以在行星半径是9R 所以在行星表面的中立场强度是81R平方 所以26题C的答案 接下来的题组 这个是甲跟义两个碰撞的过程 而在碰撞过程 所谓的碰撞 当两球开始碰撞的时候 彼此之间互相有作用力存在 因此他们的速度开始改变 所以碰撞的期间 就是两颗球速度变化的期间 所以甲球的速度变化 从0.6秒到1.0秒 乙球也是从0.6秒到1.0秒 所以他们碰撞的时间 ΔT是1-0.6 接触的时间是0.4秒钟 可是碰撞过程 不管是哪一种碰撞 碰撞前后动量一定走横 所以碰撞前总动量 一定等于碰撞后的总动量 所以碰撞前如果甲质量是甲 乘上甲速度是6 加上乙质量是乙 乘上乙速度是负4 这个是碰撞前 甲的动量加上乙的动量 碰撞以后甲速度变负6 所以甲速度是负6 加上乙速度变成4 所以6个甲减4个乙 等于4个乙 移向过来 12甲等于8乙 所以甲比乙 质量比8比12 所以等于2比3 所以甲跟乙质量2比3 27题 猪的答案 第28题 如果甲质量4公斤 这加以碰撞期间 平均作用力的量值是多少 有碰撞 速度会发生变化 整个碰撞过程 作用力 乘上经过的时间 这个是冲量 冲量造成彼此的动量变化 所以等于ΔP 所以甲的冲量 等于甲的动量变化 所以在碰撞期间 甲撞乙 乙撞甲 彼此受力是相等 所以假设 平均作用力是F 我们刚刚分析 彼此作用的时间 是从0.6秒到1.0秒 所以彼此碰撞的时间 是0.4秒钟 所以把力乘上 彼此作用的时间 这个是冲量 冲量等于动量变化 所以甲的动量变化 如果甲质量4公斤 后来甲速度是-6 所以质量4公斤乘上甲速度 后来是-6 减掉原来速度是6 量相减 墨速减掉初速 这个是速度变化 速度变化 那乘以实量这就是甲在碰撞过程 它的动量变化 所以利用动量变化 我们可以去求F这个平均重理 所以等于-6-6等于-12 生以4-48 所以F等于-48 除以0.4 所以等于-120牛顿 负号是因为受力方向的关系 所以甲受力的大小是120牛顿 所以平均重力的量值是120牛顿的重力 所以28题A的答案 29题乘上题乙质量是多少 我们在前面27题的时候 我们算出来了 甲的质量比上乙的质量 等于2比3 然后在前一题 我们知道甲质量有4公斤 因此 如果甲质量2比3 可是甲4公斤 比上乙的质量等于2比3 所以 两倍的关系 乙等于6公斤的质量 所以乙的质量6公斤 29题C的答案 生实题乘上题 碰撞期间甲球的动能是多少 要算甲的动能 可以甲 甲的动能等于2分之1 m乘上v的平方 所以甲的动能2分之1 我们前面 已知甲是4公斤 所以甲碰撞前 甲原来速度是6 所以6的平方 因此 等于6636 所以4除以2是2 乘上36 所以有72交2 所以碰撞前 甲的动能有72交2 30题书的答案 31题 碰撞以后 甲的动能比乙的动能 等于几比几 碰撞以后 甲的动能可以甲 比上乙的动能可以乙 所以两个动能比 2分之1 m 甲质量4公斤 乘上 碰撞以后 甲速度是负6 所以负6的平方 比上2分之1 m 我们刚算出来 以质量6公斤 所以乘以6公斤 乘上 以速度4的平方 所以 前后2分之1 我们约掉 6636 36乘以4 144 比上 4的平方16 16乘以6 96 所以144 比96 我们前后项 先除以24 144 除以24 是6 96 除以24 是4 所以 等于 再约分 3比2 所以 甲的动能 比乙的动能 3比2 所以 31题 1的答案 下一个题组 两个闹地球 做圆周运动的人造卫星 甲贵乙 质量比2比1 离地球中心距离的比 是4比1 请回答下列三题 甲贵乙向心力比 是几比几 我们看底下的图形 甲以人造卫星 它现在离地球中心 比是4比1 所以 这边 有两个半径 一个半径 是 一个半径 是 所以 外面 这个大的半径 是4 里面 小的半径 是1 人造卫星 甲跟乙这两颗 甲 跟乙 两个不同质量 的人造卫星 其中 甲质量是2 外面 这个甲质量是2 而乙质量是1 所以 甲卫星跟乙卫星 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假设地球是大M 所以 我们说 甲的万有引力 F甲 比上乙的万有引力 F1 等于 万有引力 F 是等于 R平方 分之 G 乘大M 乘以小M 所以 距离平方 一个是4的平方 这是甲的距离 一个是1的平方 这是乙的距离 从此 G大M小M 所以G 乘地球质量大M 乘上甲的质量是2 乙 G 乘地球质量大M 乘乙的质量是1 所以 前面一项 甲的万有引力 后面一项 乙的万有引力 加乙两个卫星 分别是借着万有引力 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所以要求 加乙的向心力 就是算加乙的万有引力 因此 两个万有引力的比 就等于向心力的比 等于 分母4的平方 16 另外一项是1 GM GM 约掉 前面剩下2 后面是1 所以等于 1分1比1 所以 区分母 1比8 所以 甲卫星跟乙卫星 向心力的比 是1比8 所以32题 是1的答案 算三题 加乙卫星 向心加速度的量值 几比几 向一加速度 因为 F等于MA 所以甲的向心力 所以甲的向心力 比上乙的向心力 我们刚算出来是1比8 而甲的向心力 等于1比16 等于1比16 所以 两个向心加速度比 1比16 所以 算三题 1的答案 算四题 加乙卫星切线速率 几比几 我们刚算出来了 甲跟乙 A A 亿的加速度 比上乙的加速度 是1比16 可是加速度跟切线速度的关系 A等于V平方除以R 可是甲的半径比上乙的半径等于4比1 所以本利用加速度比1比16等于V平方除以R 甲的加速度V甲的平方所以甲的半径是4 比上V乙的平方乙的半径是1 所以内向相乘16乘上四分之V甲的平方 等于1乘上V乙的平方 所以4倍的V甲平方等于V乙的平方 两面开根后所以两个V甲会等于V乙 所以甲的速度比上乙的速度等于1比2 所以甲可以切线速度比1比2 所以算是题A的答案 35题甲和乙卫星角速率的比是几比几 我们晓得的速度因为V等于OmR 所以甲的速度比上乙的速度等于1比2 所以两个速度比1比2等于Omega甲 所以R因为甲的半径是4 比上Omega1乘上乙的半径是1 所以内向相乘Omega甲乘以8 等于Omega1乘以1 所以Omega甲比上Omega1等于1比8 虽然角速度比1比8 所以35题C的答案 下一个题组 A球以速度20公尺每秒向右 与静止的B球互相碰撞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36题 若A质量2公斤而B质量3公斤 而且AB为完全非弹性碰撞 则碰撞后B的速度会变多少 我们看旁边的图 如果这一颗是A球 而这个是B球 题目说A质量2公斤 而B质量是3公斤 A本来速度是20公尺每秒向右 而B则是静止 所以B速度是0 现在因为A和B是完全非弹性碰撞 所谓完全非弹性就是A跟B互撞之后 两个粘在一起 所以A跟B两个粘在一起之后 两个一起运动 所以完全非弹性碰撞 两个速度会相同 所以碰撞前和碰撞后 动量一定守恒 所以碰撞前A2公斤速度20 加上B3公斤速度是0 这是A和B碰撞前的全部总动量 可是碰撞以后 AB因为完全非弹性 粘在一起 所以2公斤加上3公斤 两个粘在一起一起运动 假设速度变1 所以2乘20变40 换你一项是0了 等于5乘上V1 所以V1速度变成 速度是8公尺每秒 所以碰撞以后 速度变成8 所以36题 猪的答案 37 若AB是完全弹性碰撞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例如说 A和B是完全弹性碰撞 所谓完全弹性碰撞 在碰撞过程当中 除了动量守恒之外 能量也完全没有损失 所以碰撞前的总动能 会等于碰撞后的总动能 因此 如果是完全弹性碰撞 我们可以利用公式 UA和UB UA等于 A的质量加B的质量 分支A-B 乘上VA 因为B的速度是0 因为B是静止 所以后向没有 就只有前面一向 而B的速度则是 A加B 分支2A 乘上VA 所以 A的质量2公斤 B质量3公斤 所以分母2加3 分支2-3 乘上VA速度20 而乘上VA 而B碰撞以后B的速度 分母2加3 分支A2公斤的2倍 2乘2 乘上速度20 所以 UA碰撞以后的速度 5分支2-3-1 所以是-20 所以A速度-4公尺 每秒 而B的速度会等于 5分支 224 4乘20 有80 所以 除出来 16公尺 每秒 所以 A的速度是 反弹 因为负号 所以本来是向右 后来变成向左速度4 所以碰撞以后 A的速度是4公尺向左 所以B是对的 碰撞后 B的速度变16 所以不是8 不是12 所以C跟Z都不对 在碰撞过程 是A给B作用力 B给A反作用力 所以B受到A的作用力 所以B的速度会加快 所以B的动能会增加 而A则受到B的阻力 所以A的动能会减少 所以A动能减少 而B动能则增加 所以E不对 因此 三七题正确 只有B正确 三十八题 乘上题 以致AB是弹性碰撞 而且AB质量相等 则撞了以后 A速度是多少 A和B两个互撞 而且碰撞过程 是弹性碰撞 并且两个质量相等 所以弹性碰撞 UA和UB A的速度 碰撞以后是 A加B 分支A-B 乘上VA 而B则是A加B 而B则是A加B 分支2A 乘以VA 其他题目说 AB质量相等 所以假设A的质量 等于B的质量 都等于M 所以会变成 M加M 分支M-M 乘上VA 可是A 原来速度是20 所以M加M 分支M-M M-M 变成0 所以A的速度 变成0 而B的速度 则是 M加M 分支2乘M 乘上20 所以M加M 是2M 2M分支2M 所以变成1 所以B的速度 变成20 所以 两球在碰撞的过程 如果质量相等的时候 两球 它质量如果相等 速度会交换 所以原本A的速度是20 A和B质量一样 撞了以后 变成是B的速度20 而B原本速度是0 碰撞以后 变成A的速度是0 这个是如果 等质量时 所具有的特例 39 乘上题 如果A质量10公克 而B质量10公斤 则A和B发生弹性碰撞时 碰撞后 A的速度会变成多少 这一题 A和B也是完全弹性碰撞 可是 A的质量10公克 而B的质量10公斤 所以 这一题是属于 很轻的物体 去撞很重的物体 10公克跟10公斤 相差1000倍 所以很轻的去撞很重的 所以这种情况是 A的质量 远小于B的质量时 所以 碰撞以后 A的速度 UA 会等于 本来 A加B 分支A-B 乘上VA 因为B如果本来是禁止 但现在只有A有速度 可是A很轻 B很重 所以 这时候用相对质量 A对B而言 A质量很小 小到几乎变成0 所以A的质量可以忽略 所以相当于变成0加B 分支 A虽然有时刻 可是对B而言非常小 所以变成0减B 乘上A的速度是20 所以等于-1乘以20 所以是-20公尺每秒 所以转了以后 A速度变成-20 所以原本是20公尺每秒向右 现在A转了以后 变成每秒20公尺向左 这个就是很轻的去装很重的 而对B而言 UB等于 本来B的质量是A加B 分支2A乘上VA 现在因为A质量很小 对B而言小到变成0 所以0加B 分支2乘0乘上20 所以对B而言 2乘0 所以前面这一项变成0 所以B的速度还是0 所以如果A有在运动 B禁止 所以这个就像蚊子撞大象 很轻的去撞很重的 结果蚊子元素反弹 而大象则维持不动 所以本来A元素是20 结果A去撞到很重的B 结果A元素反弹 因此A元来速度是向右20 撞了以后A变成速度向左20 所以三九题B的答案 40题 乘上题若A质量10公斤 而B质量10公克 则A与B发生弹性碰撞时 碰撞后B的速度变多少 现在A有10公斤 B是10公克 所以A的质量是B的1000倍 所以这个是很撞的去撞很轻的 而很撞的撞很轻的 撞了之后 他们现在还是完全弹性碰撞 因此完全弹性碰撞 A的速度和B的速度 既然是完全弹性碰撞 我们可以用公式 所以本来A的速度是A加B 分之A-B 乘上VA 而B的速度是A加B 分之2A 乘以VA 因为B原本是近似 所以如果A质量很重 B质量很轻 很重的去撞很轻的 所以A的质量是远大于B的质量 因此我们让B的质量小到可以忽略 所以A的质量让B的质量变成0 所以A-0 乘上VA A速度 维持原来是20 所以A分之A 前面是1 所以A速度还是20 而B的速度 因为A加B A加上B很轻 B几乎是0 分之2A 乘上A的速度是20 所以A分之2A A变成2乘20 变40公尺每秒 所以碰撞以后 B的速度变成40公尺每秒向右 所以40提A的答案 所以这一提是 很重的去撞很轻的 就像大象撞蚊子 而蚊子会以两倍的速度飞出去 所以A本来入射速度是20 B被撞了以后 B是两倍的速度 并且40向右飞出 而A则维持速度不变 所以如果大象撞蚊子 蚊子以两倍的速度飞出 而大象则维持不变 所以这是很重的 撞很轻的 它的弹性碰撞的过程 41提 在不考虑磨砂的水平沟槽上 有一颗质量2公斤的A球 本来速度是10公尺每秒 速率向右运动 结果碰撞到质量3公斤原本静止的B球 而A球以每秒5公尺的速率反弹 则碰撞后B球的速度变成若干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如果这一颗是A球 而这一颗是B球 A球质量2公斤 而B球质量3公斤 这是原本两颗球的质量 可是原来A球的速度 因为A球本来速度是10公尺每秒向东 所以如果右边是东边 所以A球速度本来是10公尺每秒 往东边走 而B球原本是静止 所以B球速度是0 现在碰撞以后 A球速度是5 速率变成5反弹 所以变成是5公尺每秒 可是往左边 所以B球速度假设变成VB 所以A和B 不管它有没有能量损失 至少碰撞过程动量一定守恒 所以碰撞前的动量 A2公斤速度10 加上B3公斤速度0 这碰撞前A和B总动量 碰撞以后A2公斤 可是A变成速率是5反弹 所以A变成向左 速度是-5 加上B3公斤 我假设速度是VB 这碰撞后AB整个总动量 碰撞前总动量 等于碰撞后总动量 所以20加0 等于-10加3VB 所以3倍的VB 等于减撞一过来 变成总共有30 所以VB速度10公尺每秒 所以B的速度算出来正的往右边 所以速度是10向东 所以41提 B的答案 42提 质量为M1等于1公斤的磁点甲 以速度3公尺每秒 与质量为M2等于2公斤的静止磁点义 做弹性碰撞 此而碰撞后 磁点甲和磁点义的速率分别是多少 原本磁点甲是1公斤的质量 而磁点义是2公斤的质量 题目说甲速度是3 所以甲如果速度是3公尺每秒 义原本速度是0 所以速度是0 碰撞以后 因为甲可以是弹性碰撞 既然弹性碰撞在碰撞前后 动量守恒 而且动能守恒 所以我们利用碰撞的公式 UA和UB 假的速度跟语的速度 我们用AB来代替 所以原本是A加B 分支A-B 乘上VA 这碰撞后甲的速度 碰撞后 A加B 分支2A 乘上VA 这个是B的速度 因为B原本是静止 所以只有跟VA有关 而VB等于0了 所以分母A加B 一个质量1公斤 一个质量2公斤 所以1公斤加2公斤 分支1公斤减2公斤 乘上速度 乘上速度原本是3 而UB是1公斤加2公斤 分支2倍的甲 1公斤 乘以速度是3 所以1加2是3 3跟3约分 等于负1公尺 每秒 而UB 1加2是3 3跟3约分 等于2乘1 速度是2公尺 每秒 所以A的速度 变负1 而B的速度 变成2 所以 现在用速率 不管方向 所以一个速率1 一个速率2 所以42题 A的答案 43题 质量为3公斤的A物体 与原禁止的B物体 做正向弹性碰撞 若撞以后 A物体 与原数的5分之3 而且 沿原来方向 继续前进 则B物体的质量 会多少 我们看旁边的图 如果 这一颗是A 这个是B A质量 3公斤 而B质量 不知道 我们假设质量是B 现在说 A撞B 可是B原本是近似 所以原来的速度 假设A的速度是V 而B的速度 因为是近似 所以B是0 后来速度 因为撞了以后 A物体 以原数5分之3 而且顺着原来方向 继续运动 所以A的速度 继续向前 可是速率变成5分之3V 所以B的速度 我们假设是UB 所以 一个UA等于5分之3V 碰撞以后 一个UA 一个UB 因为题目说 是做正向弹性碰撞 所以弹性碰撞 我们可以用公式来带 原本A的质量3公斤 B质量不知道 所以分母是3加B 可是分子3-B 乘上A的速度 原本是V 但是撞了以后 A的速度 变成原来的5分之3 所以A速度是5分之3V 而B的速度 是3公斤 加B质量 不知道 而分子是A的两倍 所以是2乘3 可是乘上A原来速度是V 所以我们先利用 上面的式子 我们先找出B的质量出来 因此3加B 分之3减B 左边的V 跟右边的V 我们先约掉 所以3加B 分之3减B 等于5分之3 等于5分之3 所以交叉相乘 5-3 15 减掉5B 会等于339 加上3B 一向过来 15减9 等于5B 一过来 5B 加3B 所以6等于8B 所以6等于8B 0.75公斤 所以B的质量 0.75公斤 B的答案 我们同时也可以算出 如果我们要求A状B以后 B后来的速度是多少 因为3公斤 3公斤加B B是0.75公斤 分之2乘3是6 所以6V 所以3.75分之6V 结果等于1.6V 所以B撞了以后的速度是1.6V 这一题是AB两个弹性碰撞的结果 生命的价值不是在超越别人 而是在设法超越自己过去的极限 用这一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